因為昨天這個18歲公民權的休憲 然後柯建民就拍張說 你不要當逃兵的總司令 世界上很少看到這樣的執政黨 不斷的抹黑羞辱在野黨 睜著眼說瞎話 18歲公民權是我們休憲主張的第一條 朱立倫也是最早提出來18歲要休憲的主張 民進黨今天不斷程序不正義 而且對於所有朋友最關心的動保權 動物權 氣候變遷的氣候權 還有內閣同意權完全自知不理 才是休憲的逃兵 睜著眼說瞎話 柯總釗這樣子可能鼻子會越來越長 我們希望接下來針對於民眾關心的動保動物權 民眾關心的氣候變遷氣候權 還有我們責任政治的恢復隔魁同意權 大家趕快來推動 不過這個公民覆決的門檻好像蠻高的 國民黨會幫忙推動嗎 主席你覺得這公民覆決的時間 應該要跟年底的選舉綁在一起嗎 我相信大家都會支持 因為每一個政黨對於18歲的是有共識的 這也是我們主張的第一條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推動 只不過很可惜的 我們公投跟大選希望在一起 已經被否決了 而且是民進黨強力反對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適度的看怎麼樣找一個時間 大家一起來推動 讓公投的時間 讓覆決的時間能夠通過 不過黨內是不是本來其實對於18歲公民權這件事 還是有一點意見分歧 是不是你有親自去找他們協調 你有介入協調 我們的黨籍委員對於18歲公民投票的是沒有意見的 只不過是對於民進黨的阿爸的作風 或民進黨的不顧程序 以及沒有討論動物權環境保護的 我們氣候變遷的問題 以及大家關心的隔開同意權 大家是有意見的 但是我最後說 對於我們18歲的公民投票權 這是我們主張的第一項 我們當然是贊成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強力的要求 對於動物權 對於氣候變遷的問題 對於氣候權以及我們所有關心的隔開同意權都能夠來討論 昨天中選會說他們要來討論是不是要併到年底的大選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個公民覆決的部分在字面上面跟公投是不太一樣的 還是可以討論還是有討論的空間 我還是回到一句話 公投跟大選既然都要分開 都堅持這是民進黨的主張 也是中選會的主張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矛盾的作為呢 四個政黨大家都會支持 那適度的時間找一個公投的時間 我們來推動也是很好的事情啊 你覺得有被逼著通過的感覺嗎 因為其實綠營的目的大家都知道 綠營就太多政治的算計嘛 我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難道氣候權不重要嗎 難道動物保護動物權不重要嗎 難道隔魁不應該有同意權 不應該有責任政治嗎 綠營怎麼只關心他關心的議題 而忘記了真正民眾關心的議題 主席你會覺得桃園市長提名的黨內民調 應該要納入羅志強嗎 現在地方人是覺得說他好像是空降 希望你可以親自去協調 這樣桃園當然有史以來 不管是藍綠都是在地的候選人 包括我本身都是出身桃園 在桃園成長 那所以對於未來有沒有可能 所謂的空降或者是非桃園的情況 的確這是一個藍綠的一個新的議題 新的挑戰 我看鄭文燦市長也都提出了很多評論 因為他也是桃園出身桃園的在地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們對這個議題 我們會非常慎重 但是一切都是以桃園名義做出發點 以桃園的未來做考量 所以你覺得還是在地的人為主嗎 應該這樣講 所有的優秀人才我們都會考慮 但是因為桃園的歷史的背景 到今天為止都是不管是藍綠的候選人都是桃園的在地候選人 會是以協調為主嗎 因為這個 昨天這個林陶有提到說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就有去徵詢 地方的那個名單 是有這件事嗎 我們其實所有的可能的 有意參選的我們都會徵詢 這個黨的機制一律是公平的 包括前幾天台南 這個媒體的每一次都是要故意做見縫插針 或者是預測 其實都不是事實 我們都會非常公平的對待 今天退出的默默水呢 是解決煩惱的好幫手 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話 因為這個有含Gaba 裡面有茶安酸 還有陽柑橘萃取物等等 可以讓你更好睡 開啟啟動你入睡的關鍵 好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樣麻煩來掃一下我們的QR Code了 可以到快點Go網站來選購